然后接下来我现在要介绍的是Google Trend 那什么到Google Trend呢 假设我们现在到了首页 然后接下来你就直接在这边输入Google Trend 这是Google的搜寻趋势 针对大家使用Google搜寻引擎搜寻出来的结果 然后他去做一个趋势预测 所以点选Google搜寻趋势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要去搜寻关键字 举例来说代表明治科技大学的 我刚查了一下名字科大 逗号跟台科大 台科大就是台北科技大学 对吗 北科大 还是台北科大 北科大 好 也就是说这中间放一个逗号 就是名字科大逗号 北科大 然后Enter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 北科大这么高 那台科大呢 我记得刚刚 台科大 等一下 明治科大跟台北科大 有看到吗 我的意思是说明治科大跟台北科大 这样距离是不是蛮比较近一点 那是因为说台北科大 很少人这样打字 那明治科大 大部分人都是用明治科大 然后很少人他去用台北科大 来去输入 他可能输入的是北科大 这三个字 可以了解 来麻烦请你们就先到Google 券的来去输入这两个学校 因为等一下我就要介绍 这个 这个到底在做什么事 这就是 声量分析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趋势预测 这个是关键字的搜寻 关键字的搜寻 然后内容说好了 你打总统选举 你就可以找出来说 到底谁排在第一顺位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 但是这边搜寻的结果 全部都是Google搜寻引擎的结果 你们一定要听懂 现在我讲的这句话的意思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都只有Google搜寻引擎 因为大家现在都用Google搜寻引擎 来去做一些关键字的输入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搜寻到相关的内容 可以吗 我刚刚有一点点使用了一个技术 让这两个线是比较接近的 可以听得懂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台北科大 在搜寻的那个程度 搜寻它里面 它认为台北科大不等于北科大 也不等于台北科技大学 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意思吗 好 所以我想你应该也做出来跟我类似的这样子的结果 我知道 那你要 它也要找材料性 这样才公平 你不能一个系跟一个学校 这样就不公平了 对不对 好 继续咯 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我们到底看到了些什么 不好意思 好 其实你看到画面跟我看到画面是一致的 好 那你还是先听我讲好了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是2018年 这边是11月25号到 12月1号 12月1号 这一个点 请问一下 11月25到12月1号就是一周 一周可以吗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第五周 第六周 好 它就是一周一周的方式来去画出来这些图 然后接下来你要知道说如果说它以总共的热度总共热度所占的百分比 它占65 它占39 大概可以了解热度的差别 好 那至于说它在这个地方它不是说次数 这个意思就是指说假如说今天 假如说今天有人谈到例如说65次的台北科大 然后就会有39次谈到明治科大 这样听得懂这个意思吗 它是一个像堆叠图堆叠图的方式 但是它你不管去搜寻什么 例如说蔡英文总统跟韩国瑜市长 然后它这边也是呈现100 因为它在这个地方所讲的是热 声量 声量 就是变成说 变成说声量只有高低 它只是做一个类别的一个比较 它不是真正的呈现那个数字 这个数字不是说总共台北科大在这一周 什么12月2号到8号只有65次 然后那个明治39次 不是这个意思 这边是存在一个那个比例的关系 声量大小是在算比例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到好像有一个一致性 可是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也是存在这种一致性 但它的差距是很大的 好 那我们再继续来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又开始拉近了 所以在这个 因为我们也不晓得台北科技大学 这个地方是有办了什么活动之类的 然后这边 这边相对的其实明治科大没有什么很大的震荡 就是还是维持在30左右 30左右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大致上可以了解这样子一个趋势变化而已 所以可以这样说 持续都是台北科大高于明治科大的声量 这叫声量分析 声量分析 不是次数 再一次的强调不是次数 是声量 声音的声 声量分析 然后你可能在意的就是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有相对比较高的 这个地方相对有比较高的 好 那这几个峰值都是我们应该要去理解 为什么会变比较高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明治科大的搜寻热度 看到新北市是比较高的 新北市在这个地方 新北市明治科大大概52 可是台北科大是48% 这个意思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要去打广告 我应该要选择在新北市做广告 那什么东西在新北市会比较多 例如说那个你公车好了 公车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在新北市的公车做广告 好 这是地缘的关系 那第二名 第二名不是台北市是桃园市 也就是说 明治科大的一个学生 学生 他可能在校生的那个比例 以限制别来比的话 可能 新北市第一 桃园市第二 台北市第三 可能是这样子的情形 因为以升量分析出来的结果 搜寻的热度也是这样子 好 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的 所以相对的 你去招生的话 你是不是先以这三个县市的一个地区 来去做招生的地区 会比较适合 好 顺便再继续讲 这边是不是还有城市 刚那是看紫区域 然后城市这边 明治科大的搜寻热度是 泰山区 请问这是代表什么意思 是住在泰山区的人 比较会来搜寻 还是说 还是说今天那个 搜寻明治科大 会搜寻什么城市 应该是后者 就是说 他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可能会多打 例如说 新北市泰山区 我们在泰山区是不是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那你顺便是不是可以去看一下 这是明治科大的城市 好 那这边是不是 人气串生 明治科大的选客 这个是 这个是里面关键字最多的 好 然后这边有人气串生跟热门 热门 就是别人在Google搜寻的时候 他输入明治 然后可能会打科大是比较多的 然后这个关键词是百分之百 好 然后接下来明治科技大学 这样子搜寻的有大概10 然后接下来明治科大选客 有看到选客出来了 还有请问一下 我们明治科大的网路教学 网路大学 请问有这样子一个单位吗 网路大学 没有 课程 可是他这边 这边他就叫网路大学 明治科大网路大学 所以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 因为你们会比较清楚知道 这个网路大学 是学生 是搜寻的人搜寻出来的 热门台航榜的结果 而且他是第四名 所以代表说 应该是有人用这样子的词 来去表达什么样的 是不是你们的 有一个网路大学 这我就不晓得了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资讯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 因为他为什么不列什么名字 美食 或者是这边在地 好吃的一个美食 而是列出来 跟学习有关系的 像什么 网路大学 这就是还蛮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代表一定有这个东西 好 所以这边 你们是不是看完了 明治科技大学 我希望你们自己去看一下 然后下面是 下面开始是台北科大 你也可以顺便去观看一下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 来去看一下 这两个学校 这两个学校搜寻出来 热门还有 还有像例如说 人气串生 得到的情形 应该不太一样 那人气串生是什么意思 热门应该懂 人气串生 就是可能快速从 第几名 然后冲上来冲到第几名 这个就是热门串生 首先 首先 我们大概了解了 明治科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台北科大 台北科大的热门 热门 可以看到 最热门就是台科大 好 像我们明治科大 应该用明治科大的人 比较多还是明治科技大学比较多 应该是明治科大 好 再来这边可以看到台北科技大学 它的一个热量 它的声量就没有台科大来得多 再来 这边是不是看到一个台北城市科大 应该知道这是另外一所学校 对不对 好 再来还有台北海洋科大 请问有这所学校吗 好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这些都是当我们搜寻台北科大的时候 它连带出现的 好 然后相关的搜寻 再接下来就麻烦请你们来去观看一下 那台北科大里面台北科大里面的城市 台北科大的城市主要就是大安区 就是人家打那个台北科大 然后主要找出来的城市就是大安区 你可以去搜寻一下台北科大学看看说他是不是在台北市大安区 所以 我想应该是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先到Google搜寻请台北科技大学 他是不是在台北市大安区 刚好都没有写什么区 在这边 在台北科大学在台湾台北市大安区 宗教东路三段一号 好我想这应该没问题 因为明治科技大学 他在泰山区 应该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 那画面就用一下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们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去找 例如说假设我今天我换一个词 名字 还有什么 还有北科大 台科大 因为他这里面的名字代表非常多 不只是名字科技大学 你看他在这个地方 以热度来说也是 你看几乎 几乎跟刚刚找出来那个台科大 刚刚来做比较的话 名字是不是有明显的上升 因为他有很多的那个 那个干扰音质 也被搜寻到了 例如 有没有人叫黄明志 黄明志 怎么办 应该是一首歌吧 然后明治校园入口网 请问一下 人家就是说 学生 学生到那个 明治科技大学的网站 是不是会有一个校园入口网 对不对 那个网站 这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首页 学校的首页 再来 这就是他唱的歌了吧 全部都是名字 这边还有一个选课 选课 也是最近搜寻的热度 然后这边是不是总共有14项 所以你顺便要把这14项看完 第六名 选课 选课 你看选课就占了 前面就有三个名次了 再来 这个宿舍 还有明治网路大学 好 我不晓得这明治网路大学是什么 可是你们要知道 再来这边 明治宿舍 然后 明治路一段 跟我们这边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所以至少在这个地方 你应该可以看出来这里面 跟明治科大有关系的 像刚刚这边 校园入口网 选课 宿舍 这三个应该是最多人来去搜寻的关键字 所以麻烦请你们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三个项目 他应该是很多人会去浏览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都是偏 我已经是明治的学生 如果你要去做招生 你要参考到刚刚的那个县识别 县识别 县北市第一 桃园 台南地 那我猜 黄明治先生 他应该在台南市吧 这边是明治的搜寻热度 记住 当你越是用那个不明确的名词 什么叫不明确 像那个黄明治 还有像那个明治牛奶糖 什么 可能都会被找出来 所以建议还是要用那个比较 比较就是说 像明治科大 这样子的词来去找 你可能会找到比较正确的内容 可以吗 至少 至少这样子检查到的结果 应该是比较正确 就是说 我应该去台北市跟桃园市 这两个城市来去做一些 等于说是做广告 好 那这是我觉得 如果说你们 如果说你们针对这个资料需要去做一些像关键字的搜寻 你可能就要用Google Trend这个方式来去帮助你们找到你们所想要找的关键字 所以Google Trend应该也是另外一个学习的重点 只是你要记住一件事 例如说明治科技大学 例如说明治科技大学你要不要换一个也许长荣科技大学 好 来去做那个比较 或者是什么 治理科技大学 是不是 你可以互相来去比较一下 好 因为同类型的一个科技大学一起来去比会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情形 那我想我们的一个内容呢 从GA GA是什么 然后假设你今天有了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里面怎么买GA吗 然后接下来就介绍这些图所代表的意义 那这些图所代表的意义你到时候要会去解释你这张图所呈现出来的意义是什么 那我相信我相信你到时候截图出来放到简报上面 然后再去报告给你的主管听 这应该是这应该是我们今天上课的一个重点 然后接下来呢 你可能如何把它应用在你的招生中 所以你就要先了解这些谁来这个网站 然后他到哪些网页 看到什么内容 然后当你今天你要如何提升这个网站的声量 这就是我们今天课程的主要目的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问呢 因为看一看时间也到了 我通常会在最后的时候把我最喜欢的两句话跟各位分享 我就不切换画面了 好 然后在最前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杜普他老人家告诉我们说 这个 这是出自于奉赠为佐成杖二十二运理念 长篇大论其中的两句话 读书破万觉下笔如有神 他主要是要勉励 他主要是要陈述他自己是一个很喜欢读书 很喜欢读书的人 而且呢 爱不适倦 然后每每把书给读破掉 而且读破掉好多好多书 也就是花了很多很多时间读书 这样子他才能够写出很棒的文章 那当时那个中堂刚好外有外敌 然后内有内患 所以变成皇帝只能请他 例如说到边疆 好 季季战争的发生的过程 然后所以他又是边 他有一个美称叫边塞斯人 边塞斯人就是这样来的 那我觉得这两句话 对我影响也蛮大的 所以我把它跟你们分享 希望就是说你们未来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不断的去进修 我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网页网站的课程 那大概至少如果你不间断的学习 够你学个三年五转了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都可以留下资讯 然后跟我成为例如说LINE的好友 或那个WeChat微信的好友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暂时上到这边咯 麻烦离开的时候应该要